中山市頭中島大日頭 有完是有這麼多品種 精出到時間來做認識 以下比起品頌時的認識 是多出三倍至四倍 我媽媽就怕在頭太大 趕緊牙線來補給她 由原本的634體 增加到了1606體 交通報公路總局 機車扣腳必死地木 準備第七月請她來做條件 除完本的634體 增加到16006體 是的 在七月一號以後 我們新型的題庫會上線 我們的考題 由原先的634體 增加到了1606體 對 總共增加了近1000體 對 所以會變比較困難 民眾是怕考試難度 會有所增加 所以都掛在外面 正前先來考試 使用隔離站 最限上百人 做會認識的進行 因為到7月1號之後 她考試會從300多體 變1000多體 就想說先來考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 就是從原本變那麼多 平常日的話 考照的人數大約只有35人 可是可能就是所謂的 六月的強考潮吧 大概人數增加到了130人左右 隔離站後 有準備考試的民眾 可以在日本路上 繼續練習 並且用平常心看待 不用太過緊張 其實考題真的不難 那我們在這邊也請民眾 按照你預先的規劃來 來考試就可以 考題真的不難 全台灣交通數過的比例 其他是占了大部分 所以民眾也是種地步太好色 較不自身的安全 也不用管在外地進行 來測離站兩千人 記者節目上 蔡英報道